排局来到南四局 庄家迎二 大家好我是牧春 森田目前以44800点位居第一 领先藏钱15800点 这局是这个半庄的最后一局 森田只要不冲藏钱 就可以赢得奖持 藏钱率先立直 森田摸到四桶也可以听牌了 但没有意 虽然不太想立直 但有二度自摸也不是那么危险 森田选择打二桶立直 藏钱冷冷看了眼森田 摸牌后自言自语 没有一发可惜了 二度自摸 并打掉了摸来的一桶 实情吃了一桶 森田摸了刚才藏钱二度自摸不要的牌 是肩牌三条 藏钱不要的自然算是安全牌 没有太多思考便打掉了三条 藏钱说这把被逼得好紧啊 现在总算松口气 老头不急不慢的推开牌 立直三色宝牌一 四番四十幅满贯八千点 这一把森田被算计得死死的 领先一万五千八百点 唯有森田冲满贯 才能此消彼长 刚好反超 藏钱放弃一发 是因为这把装饰银二 即使自摸也不能反超森田 而森田也深知 只有放冲才会被反超 所以打得格外小心 但放弃一发的二度自摸 却是防不胜防 第一个半装 藏钱已一位获胜 果然是名不虚传 目前藏钱小队以五百八十六亿 比四百一十四亿领先银二小队 第二个半装开始 东一局庄家藏钱 老头在自己的庄上 乘胜追击 摸牌费已涨到了1.28亿 实景气牌 森田的面色有点难看 虽然已经可以听牌 但听的是砍七条 而且还是绝章 银二也选择气牌 藏钱继续翻倍 摸牌费已涨到40.96亿 边上的安田坐不住了 说你是不是疯了 森田和下牌 选择气牌 并对安田说 不是我疯了 不是故意撑到现在 现在还有五张牌 每次摸牌都要40亿 摸完就要200亿了 原来这是森田的战术啊 森田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 转手就摸了张七条 就是那张绝张七条 心里是万马奔腾了 既然已经弃牌 只能摸丢 但无巧不成书 葬钱呵呵一笑 就是这张了 老头把牌一推 红中一翻2000点 并对森田说 看你的面相估计也听的这张牌吧 你看到摸牌费涨到40亿 就弃牌了 还非要找个光鲜的理由 什么这个战术那个计策 在决定胜负前 都是废话 葬钱把七条重重的拍在桌角 森田眉头紧锁 满眼血丝 他从来没有感觉如此接近死亡 甚至葬钱早已离开牌桌 他也浑然不知 看着森田的状态 银二掏出一把槐剑 这东西怎么用我就不展开了 银二团队的其他成员 也建议银二换人再战 但银二说 我相信森田已经死过一次 既然我选择了森田 那就干到底 众人回到牌桌 男四局 庄家银二 森田弃牌 但他的状态似乎已经有所好转 葬钱自摸门青混一色 老头神情轻松 还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银二和他大弟子 这个扮装也是葬钱一位 银二小队已损失敬败 东二局 庄家森田 虽然森田 森田很烂 但森田直接叫翻倍 不管摸到好牌烂牌 森田不断的叫翻倍 摸牌费已经到达5.12亿 葬钱狂笑 故作姿态的说 我好害怕呀 一旁的传田似乎看出了什么 难道森田要做大三元 但葬钱又不是稀条 大三元可不好做 但森田摸了张红中 手上已是中发白三对 此时葬钱立直 森田伸之 只有让葬钱感到恐惧 才有胜算 森田感到接近死亡的恐惧 源于500亿是他所不能承受之重 但这数字对葬钱来说毫无压力 因此要让葬钱也感到恐惧 只有逼迫他也压上身家性命 葬钱的总资产约为6000亿 可别忘了 这葬钱麻将还有个规则 就是一满奖金 因此扩大奖持金额和一满 就是击溃葬钱的利润 感觉这是废话 因为能做到基本是天方夜谈 但也正是如此 被常理所牵绊的正常人 根本不会这么做 葬钱当然知道森田在做大三元 石井手上有白板和发财 葬钱摸到发财 那叫一个高兴 只要二度自摸 把发财让给石井 森田就不可能大三元了 但是第二次摸牌 居然是张白板 葬钱只能打出白板 森田碰 那这发财就被银二摸到了 银二打出发财 森田继续碰出发财后 已是大三元听牌了 此时银二问一旁观战的传田 现在要是一满的话 一满奖金是多少 传田计算机一案 是6318.08亿 这么一算 边上的管家慌了 要是再翻倍 我连管家都没得当了 葬钱说6000亿是死 那更多不是死的合算一些 森田继续翻倍 10.24亿 葬钱看着自己的牌 只要出现三六桶 就可以化解危机 但是就是不来啊 而森田每摸一张牌 都让人心惊肉跳 更糟糕的是 森田杠下了三桶 而银二又杠下了六桶 葬钱已经无牌可听 此时嘴硬的葬钱 也不免直冒冷汗 他提出个奇葩要求 就是让他看一下 排山的最后七张 并答应看一张给10亿 银二倒也大度 答应了要求 因为如果这七张牌 没有红钟 葬钱会更加恐惧 但是70亿买的七张牌 一张红钟都没有 葬钱想 那一定是银二手里有红钟 所以他才愿意让我看牌 一定不会错的 既然有五牌可听 倔强的葬钱 终于选择弃牌 说差点上了你们的当 红钟在你压的手上吧 你准备等奖支金额 超过五百亿 你就打出来冲森田 这样就可以赢了 但银二平静的说 你还是猜错了 我手上并没有红钟 葬钱说 你说谎 你手上百分之百有红钟 银二真是个好人啊 决定给葬钱看牌 但直接看 听什么都知道了 因此就用纸挡住一半 这样也足以看出 确实没有红钟了 葬钱说 那你们没有把握 为什么还要不停翻倍 银二说 这样你才会弃牌啊 台面未知的牌已经没有几张了 而还有两张红钟不见踪影 葬钱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葬钱摸完这张 算是躲过一截了 因为已经是他摸的最后一张牌了 石井打出一桶 看森田的表情是可以糊了 葬钱说 你糊了吧 已经很大了 可以一位了 但森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就是要摸牌 葬钱抓狂了 说给你一千亿 你别摸了行不 但森田执意要摸牌 葬钱说 你徒弟是傻子吗 一千亿啊 都不要 银二说 他不要钱 他要的是你的命 还好不是红钟 是张二条 轮到银二摸牌 银二思考片刻 说我有个提议 这最后一张 你要不要买下来 但葬钱说 你即使摸到红钟 我也不用支付一满奖金 银二说 如果是这样呢 说完翻开三四条 原来银二可以吃二条 这样最后一张牌 就是葬钱摸了 天国还是地狱 你怎么选 森田在一旁急了 说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别跟他废话 让他摸 这张要不是红钟 我就去玩怀剑 银二说 既然我爱图 有闭子的决心 那我就 那你愿意出多少吗 葬钱说 一千亿 哦不 一千五百亿 银二说不行 这个机会是我们用命换的三千亿 葬钱 面色难看 银二说 那这样 你就给五百亿现金 再加那些欠条来买 毕竟欠条只有五百亿 现在只给一千亿 葬钱都觉得赚大了 一旁的森田已经上头 他觉得红钟是大概率的 但银二毕竟是师父 还是按银二说的来 葬钱说 我想看一下 是最后一张牌 银二说 你的选择如同薛定谔的猫 在选择前状态叠加 但选择后则只有一种结果 而这张牌是什么 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葬钱无奈接受现实 这两张红钟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六桶按钢的时候 把两张红钟按下去了 而给葬钱看牌要挡住一半 是为了增加葬钱的恐惧 但要是不挡住 两张六桶就露馅了 葬钱的失败 正是一直以来 助他敛财的葬钱麻将规则 而森田和银二两人 一个有友 一个有谋 可见只要上了赌桌 赢只是过程 而输才是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